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次的一个视频课程 本次的一个视频课程,我们来主要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云函数的一个基础功能 好,那么本次课程,我们来主要来了解一下我们最基础的一个云函数的一个使用 以及我们的一个npm的一个安装 还有包括我们使用我们云函数如何来获取我们的一个小程序的用误信息 以及我们云函数的一个一步调用是如何使用 以及云函数的一些基础的一个云函机制和我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最基础的一个云函数 好,本次的话我们依然会以一个事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云函数 到底是怎样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运作 好,那么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将两个数字相加的一个函数 作为我们的一个第一个云函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好,这一块我们需要使用的是我们的一个微信.cloud.cofunction的一个云函数 呃,来函数来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好,这一块的一个cofunction的一个函数是需要存在于我们的一个indance.js 就是我们项目的一个目录中的,而不是我们云函数的一个目录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来调用我们的云函数的一个功能 好,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我们的一个cofunction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参数 好,首先它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个name 我们的一个需要调用我们云函数的一个名称 好,那么放在我们的一个ide 就是我们,呃,我们已经,呃,处理好了 处理化好的一个目录下面的一个云函数的一个具体名称 好,比方说我这边呃,需要调用我们的一个user 好,那么我们name就是我们的一个user 我们需要调用我们的一个sum 那么我们的一个name就是我们的sum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name 好,其次是我们我们的一个data 就是需要传递给我们云函数的一个参数 好,比方说我这边的一个传递的一个量 是我们的一个x等于我们的1 好,那么那么它的一个需要在这边处理的一个量 就是我们的一个1 好,这边是需要在data中 我们是需要传递给我们具体要处理的一个数值 好,然后是我们的一个surcise 好,就是我们成功后的一个回调 我们成功后 我们就可以输出我们的一个reals的一个信息 来得到我们的一个值 好,其次就是答应我们的一个arrow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complete 就是我们的一个执行完成这个原数之后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好,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最基础的 原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语法的一个功能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实例 好,那么首先 首先同样我在这边来直接调我们的一个函数 我们使用我们的一个cofunction 好,然后我们定义我们的一个呃 云函数是我们的一个sum 然后我们通过来调用我们的一个sum的一个 一个原数来反馈给我们的ab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 好,然后我们这块的话是显示一个弹章 弹出我们的电用成功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消息用我们的一个cd塔来反馈给 渲染给我们的一个前端 好,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函数我们需要怎么写 好,首先这边的话我不需要太复杂 那么我需要一个处理结果就是我将我的a和b相加 好,那么就ok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原数怎么写 好,首先我们还是打开我的我们的一个sum 好,这边我们我们已经创好了我们的一个index 然后我们这样写 好,然后这块是需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invent 好,那么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就是event的一个自用 好,它的一个 它原来数需要传入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event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contest 就是我们的一个test 好,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est 好,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est 就是我们对象中包含了此处调用的一个调用信息 还有我们的一个运行状态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一个console 来直接打印出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边的话我待会也会给大家来演示我们的有云看发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呃,它其实就是用来了解我们的服务器服务的用心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往下写 好,我们两个函数之后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retain 我们返回一个我们的retain 好,那这边的话,呃,我需要输出一个sum 然后我们冒号 嗯,然后我们的一个event event.a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event.b 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运行数 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意思就是,呃,取到这个运行数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所调用的a和b相加 好,那么完成我们的一个逻辑之后 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个运行数进行上传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sum的运行数进行上传 好,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调用效果 那我这边的一个test function的一个绑定 是在我们的,好,我们看一下 呃,是在我们的一个简单应用test function 好,我们点击简单应用 OK,它这边就会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结果 是我们的4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js传的一个参数 好,那么我们的a是我们的一个2 那么我们b是我们的2 那么我们,呃,我们在这边做的一个东西是输出我们的一个 呃,然后用我们的一个event.a加上我们的一个event.b 好,那么那么它就会得到1加b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sum4 好,那边那这边就实现了我们简单的一个原数的一个调用 好,那么这边我们完成调用之后啊 呃,我们需要办的一个东西就是假如我的一个函数出错 我应该怎么输出我的一个错误 呃,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云开发 呃,我们我们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函数 好,我们sum,然后点我们的一个日志 好,那么我们在日志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返回的一个结果 好,包括我们日志的一些输出 好,那在这边的话,假如我们不去输出这个 呃,我们的一个event,还有我们的一个contest 那么我们呃,就没法得到我们具体的一个值 好,那么我们,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我们的一个console 好,我们加一个我们的console 呃,然后我们 点log,我们来输出我们的一个event 呃,完成,呃,同时我们再输出一下我们的一个contest pst pst,好,我们加上 ok,那这样的话,我们再进行回调 他就会输出我们的一个event,还有我们的一个contest 好,我们演示一下,呃,首先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我们上传 好,完成,然后我们 简单调用,好,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变化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打印出来的我们的一个console 我们的一个event,这个是我们的event,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console 他这边会有我们的一个function的一个down的一个情况 好,这边就是打印我们的一个,呃,本地的一个云含数的一个回调 好,当然的话,在这边为了区分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在这边加上一个,比方说加上提示 比方说,我们在这一块加我们是出发事件 或者是参数 参数 参数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写上一个 我们的contest写成 contest写成我们的一个调用的一个信息,或者是我们的运行状态 嗯,那么我们写运行状态 好,那么这样我们再点保存,我们来上传运行 好,完之后,我们清除调用 我们在云开发 日记录里面 好,我们就会输出我们的一个参数 还有我们的一个运行状态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 云含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日志的一个使用 好,当然的话,云含数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技术配置 还有包括我们的环境变量 我们都可以用来做一个编辑 然后我们可以新增我们的一个环境变量 好,就直接在我们的云开发就可以新增我们的环境变量 好,这边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一个日志 好,这边可以进行我们的日筛选 还有包括测试我们日志我们的一个元素的运行 比方说我这边 直接点个运行 那它就会反馈给我们一个结果 测试成功 比方说我这边 比方说我这边 我这边再简单的写一个东西 比方说我这个 A是我们的一个1 那我的B 是我们的一个2 然后我们将它全删掉 然后只传这两个参数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 好,它就会得出我们的一个3 好,这一块就是测试我们函数的一个功能 当然还有包括监控我们云函数的一个日志 好,这边的话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日调用 它包括我们云函数的一个监控的一个功能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的课程 然后就继续往下来进行 嗯,刚刚我们已经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云函数的一个调用的一个实力 嗯,了解到了我们云函数的一个调用的一个方法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便捷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一个NPM 嗯,在云函数中 我们同样可以引用我们的一个第三方依赖 来帮助我们更快的进行我们的一个开发 嗯,云函数所运行的一个环境是node.js 啊,我们同样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NPM 来安装我们的第三方依赖 啊,比方说,呃,除了我们node.js 来进行我们更便捷的一个发起网络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功能 好,那这边的话 在进行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 啊,我们先简单为大家演示一下 啊,我们在本地如何安装我们的一个npm的一个功能 以及我们在云端如何去安装我们的一个npm的一个功能 好,首先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在本地如何来安装 首先它npm它需要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呃,我们的一个node.js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速度引擎搜索我们的node.js 然后进行我们node.js的一个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可能需要配置一个环境的一个变量 好,所有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在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请求下面 然后点我们的一个在中端打开 比方说我要做一个或需用户的一个操作 啊,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一个user的一个 函数名下来打开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 云函数的sdk的一个路径 好,嗯,那么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们是在我们的一个 右击,在中端打开 好,然后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一个cmd的一个界面 好,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尝试运行一下我们的一个微信 sdk的一个安装的一个命令 好,这边的话为了区分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看一下 嗯,我这边是没有安装任何依赖的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上升上去 好,然后来调用我们的用户数据 好,它这边是不会反馈给我们结果的 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微信sdk来做的一个键圈 好,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要安装我们的一个依赖 好,我们同样我们打开它 首先的话,假如你是第一次安装 你可能不能直接来输出 是我们的一个安装命令 可能需要对我们的目录进行处置化 好,我们处置化的一个命令是我们的一个npm int init的一个命令 好,我们回撤 好,这一块的话是对处置化做一个选项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一路回撤 好,完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目录下面 多了一个package.json的一个文件 好,那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包管里的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处置化的一个文件 好,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的一个npm的安装命令 来执行我们的操作 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加微信 所有sdk的一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证明我们的一个包管里就安装成功 好,那当然是在我们目录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需要在我们硬盘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node的一个模块的一个文件 好,那证明我们的一个安装依赖就已经完成 好,那么我们将它全部上传到我们的一个云含数 确定,然后再执行我们的一个简单调容的命令 比方说我这边是获取用户 那么就点获取用户 好,那么它的反馈的一个结果就是正常的 这边就是我们如何本地去安装我们的一个云含数的一个依赖 好,那么同样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在云的安装 比方说我同样要安装一个环境 好,我们先把我们原来的一个安装的一个东西给删掉 我们的一个node模块 好,包括我们的一个look 好,完成,删掉完成之后 当然我们这边必须存在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 好,因为它是要记录我们需要安装的那个包 好,完之后的话我们需要 直接点上传密部署,再云端部署这个命令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正在更新我们的一个云端的一个依赖 好,我们稍等一下 好,那么这边提示我们上传部署完成 好,那么就证明我们的一个云端环境已经安装完成 好,我们可以清除 同时再来点击我们获取用户信息的一个东西 好,那么同样我们就是可以正常拿到我们的一个用户数据 好,那就证明我们的一个云端的一个环境部署是成功的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它会有两个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步骤 好,它是有两个选项来供我们选择 一个是上传并部署所有文件 好,它会把我们所本地所安装的一个依赖全部上传到我们的云端 其次是我们云端安装依赖 它是不需要包括我们的一个Node的一个招募库 好,那么这边就是我们云端数的一个基础的一个 呃,上传的NPM上传的一个工作 好,那么完成我们的一个NPM的一个安装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使用我们云端数来获取我们小城市用户的一个信息 好,那么我们云端数来获取我们小城用户信息的一个优势就在于 嗯,它可以与我们的一个微信登录的一个建权 无份进行我们的整合 我们只需要调用我们的一个微信server SDK 提供的一个get微信的一个contest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用户的一个 这个APPID和我们openID 嗯,它不需要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建权机制 嗯,就可以天然的来获取我们可信的一个用户 用户的一个登录态 对,那这就是我们用我们云端数来获取我们用户信息的一个优势 好,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这个优势 来获取我们小城市的一个用户信息 好,那么当然在我们之前的一个案例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返回结果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着重来看一下就是它是如何来实现呢 好,首先我们我们先找到我们的一个前端 好,前端或许用户是绑定的一个 这个get的一个contest的一个函数 好,我们找到我们contest 好,同样是叫我们的一个用户数 然后它的一个名字是我们的user 我们看一下我们user是怎么写的 首先它是引用我们的一个微信 所有sdk 好,然后对我们的一个cluder 进行我们的一个in8的一个处理化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直接使用我们的一个cluder get微信.contest的一个函数 来拿到我们的一个openid appid和我们的uniaid 好,那么我们拿到这些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反馈 直接打印我们的一个open app和我们的一个union 同时在我们的一个本地的一个接收方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输出它这个 result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函数 好,那么我们完成我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打印 并且用我们的一个cdata来渲染到我们的全单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好,那它这样的话 它就会打印出我们的一个cofunction url的一个result的一个返回值 好,我们会得到它的一个appid 还有它的一个openid 好,那这就是我们很简单 用我们的一个cluder.get微信.contest的一个 这个函数来直接拿到我们的一个用户健全 好,那么我们拿到用户健全之后 我们可能还需要来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可能还需要会用到我们的一个 一步返回结果的一个功能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 premise的一个方法来完成 好,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实例 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一个premise 然后调用我们的一个ctimeout的一个函数 来对我们的一个返回做一个java 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时间三秒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典型的一个premise的一个使用 好,这边的话一步反馈是我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 ctimeout的一个绑定 好,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ctimeout的一个函数 好,我们的一个cofunction是我们的一个ctimeout 好,我们找到我们的index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函数写的相当简单 然后它的一个传参是1和2 好,那么它这个运行结果应该是我们的3 好,我们在一步反馈里面看一下 好,显示调用成功 结果是我们的一个result 结果是我们的一个3 好,我们把整个数据清除 然后看一下我们一步调用的一个定数器的一个作用 好,我们等待三秒 好,调用成功 好,那这就是我们使用我们 我们通过我们的云寒数 返回一个我们的一个premise 就是返回我们的一个premise 来做我们的一个一步调用 好,那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一个一步返回的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云寒数的一个运行机制 和其他的一些需要我们有意的一些事项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云寒数的一个运行机制 云寒数其实它就是运行在云端的一个linux环境中 一个云寒数在处理并发请求时 它会创建多个云寒数实例 每个云寒数实例之间它是互相隔离的 没有公用的内存或我们的硬盘空间 云寒数的实例的一个创建管理销毁等操作 它都是由平台来自动完成 同样每个云寒数的一个实例 其实它都是在我们的一个tmp的一个目录下面 来提供了一块512兆的一个临时的一个磁盘空间 用来处理我们的一个临时文件的一个读写 但是这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这块临时磁盘的空间 在我们寒数执行完成之后就被销毁 所以我们如果要实现我们持久化的一个存储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用到我们的云存储的一个功能 而不是我们的一个云寒数 好下面我们来介绍我们的云寒数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的一个无状态 云寒数的存在它应该是无状态的 就是说我这一次云寒数的执行 它不会依赖上一次云寒数执行过程中 运行环境中残留的一些信息 意思就是说我云寒数的执行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个体 我不会调用之前存在的一个云寒数调用的一个结果 对所以这边我们运云寒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云寒数的一个原则就是无状态的一个寒数 好其次是我们的世界模型 云寒数的一个调用 它是采用我们事件触发的一个模型 我们小程序端每次调用就是触发了一次云寒数的一个调用事件 云寒数的一个平台会新建或者复运已有的一个云寒数的实力 来处理这次调用 好那么同样的话 因为云寒数间也可以互相调用 因此云寒数间互相调用也是触发了一个调用事件 所以整个云寒数来说 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采用我们的一个事件触发的一个模型 好就是我们的微信.clude.cofunction的一个方式 来去触发我们的云寒数运行 好最后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云寒数的一个容量 好就是我们的一个云寒数的一个自动扩容 好那么这边呃大家可以听我来简单的来讲一下 我们的开发者他是没有必要来关心我们云寒数的一个扩容和缩容的一个问题 平台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负载自动进行我们的一个扩容 做我们的一个操作 所以自动扩容或者是缩容这边呃可能是可能就不是开发者来考虑的 开发者更多的去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原则的一个运行 包括他处理业务的一个基本逻辑那那那就可以了 好那一如上就是我们云寒数使用的一些简单的一个介绍 还有包括我们详细的来做了一个一不回调 获取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基本信息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调用方式等等 好那么更多的课程我们我在这里会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用户发的一个终极课程 然后这边的一个课程主要就是来做我们的原则的一个引导 还有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理念的一个分享 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次课程